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凡人游戏 相亲开始了 周一到周六 每晚九点 真诚相亲 绝不作秀 欢迎播打热心电话 8805 8805 她 拄着拐杖参加凡人游戏 只未见到心中的女神 因为一位女嘉宾来的 有点很甜蜜的感觉 就是心动女生的感觉 可男嘉宾家人的态度 却为何出奇冷漠 究竟又是什么让女嘉宾说出这样的话 感觉偷偷摸摸地像在高中 跟那种早恋的那种感觉一样 两人又因何事变得针锋相对 她就是属于那种没有短暖的那种男生 只要你要靠服务 那这些东西都要听服务的 我心动很不爽 现场究竟发生了什么 竟令她愤然离场 男嘉宾的再次争取 又能否化解两人之间的矛盾 成功牵手呢 我觉得愿意真是小学 在足球里 凡人游戏即将为您精彩呈现 凡人游戏 我们等你 爱情靠争取 无爱不放弃 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凡人游戏 我是依南 如果你想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的话 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8805 8805 节目开始之前呢 我们要特别感谢 虫草亲肺胶囊 对本节目的赞助播出 秋天壳 冬天壳 气喘羞闷 用虫草亲肺胶囊 那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这位男嘉宾呢 可以用这个上节目 非常一颗迫切的心来形容她 从她一开始联系到我们嘉宾 要见她 想指定要见的 这位梦中的女孩的时候呢 当天她的腿就因为打篮球断了 然后进了医院 在这个住院的过程当中 三番五次的不放弃 给编导打电话说 她很想见到这个女孩子 因为害怕她 被别人牵手成功带走 所以呢 一直一直非常的迫切 直到今天我们编导劝她 您多休息一会儿 再来参加我们节目 她说 没有关系 我现在至少可以站起来了 这位就算受了伤 也迫切地想要参加 凡人有喜的人 究竟是谁呢 心急如焚的她 又是为了哪位女嘉宾而来呢 我们赶紧认识一下吧 大家好 我叫侯浩然 今年23岁 身高1米75 从事物业管理行业 然后大概月收入4000左右 本期热男嘉宾 侯浩然23岁 身高1米75 职业物业管理 月收入4000年 婚姻状况未婚 兴趣爱好这方面的话 大概就是跟运动有关的 比如说篮球 健身 游泳这一块 然后自己还有一些业余的 比如说茶艺 自己也会泡一些茶喝 或者是 然后有些不好的爱好 比如说就打游戏啊这一块 在感情经历方面的话 我之前大概毕业之后 是谈过一段恋爱的 但是因为当时才毕业 对自己的工作和事业上面 没有什么那种想法 然后没有什么事业心 比较贪玩 所以当时可能对方 觉得我不够成熟 然后就到头了 那今天来到我们凡日游戏 其实是因为一位女嘉宾来的 当时我在5月29号的时候 当时晚上看咱们节目的时候 看见一位女嘉宾 好像是叫江燕 然后当时看到的时候 就已经非常心动了 就那种很甜蜜的感觉 就是心动女生的感觉 然后我在看节目的时候知道 就感觉了解到 她不是很物质 就是不会因为男嘉宾 或者什么家庭条件这一类的 去抉择这个男嘉宾怎么样 所以我觉得这一方面 也是比较吸引我的 大家好 我叫江燕 身高1米63 职业是五道老师 本期任务女嘉宾 江燕 22岁 身高1米63 职业舞蹈老师 月收入5000元 婚姻状况未婚 相信大家对于男嘉宾 所心仪的这位女嘉宾 并不陌生吧 江燕是在今年五月份 参加的凡人游戏 在当期节目中 她是与一位牙医咨询师 牵手成功了的 那为何这一次 她又来到凡人游戏了呢 实际上和她接触下来 都觉得彼此不是太合适 因为各方面原因嘛 然后后来就没有了联系 节目播出结束之后 我就马上打电话给节目组 然后节目组第二天 回电话给我 然后跟我进行了一些 短暂的沟通 才有了今天的机会 这次编导打电话告诉我 有个男嘉宾 看到我节目过后 就是很想与我见面 我还是比较期待这一次见面 了解一下对方 男嘉宾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 各位观众晚上好 欢迎收看这晚的凡人游戏 我是情感观察员肥陶 男嘉宾来相亲 真的太感人了 各位观众 你们见过住拐来相亲的吗 而且就是因为怕妹子 在这段时间之内 可能会脱单 所以我们男嘉宾 才不顾这个 现在这个身体上的问题 生残之间的来相亲 开个玩笑 说起来呢 也是男嘉宾 首先在那个微博上来找我 他是看了我们一期节目 觉得女嘉宾 是他非常非常喜欢的类型 很着急忙慌的 让我去找编导 一定要帮他约到这个妹子 结果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自己腿摔折了 又是各种曲折 到今天无论如何 也要见妹子一面 真是奇异可招 奇心可表 好 现在我们就看一下 我们编导为他请来了 他的梦中情人 两个人今天的相亲过程 会怎么样呢 那现在呢 我们已经来到男嘉宾所住的小区 接下来就跟随我们的镜头 一起去见一下这位 执着的男嘉宾 原本我们以为今天的相亲 会是一个不错的开始 可接下来发生的状况 却出乎我们的意料 他来了 我们都说不再拍照了 你要不然先出来 如果不方便的话 好不好 慢点哦 慢点哦 来 好 慢点 好 这是外面吗 你好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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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找你 我先跟你解释一下 你们在生气 还是没有进你们家 对你们是一种尊重 情况是这样子的 因为女嘉宾之前 也了解了一下 你的这个基本情况 江江很难想象说 为什么一个男孩子 会这么执着地 不停地联系他 出一个女孩子 他心里面的这种疑问 他也很害怕 万一是爱情的骗子 来到他身边 所以呢 他特别要求我们编导组 今天为什么来到你家附近 来拍摄 而我们之前又跟他讲了 男嘉宾的母亲以及家人 都不希望去他家里拍 觉得不太好 对对 因为我们这是一个真实的节目 所以呢 婆婆 谢谢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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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婆婆 谢谢 我们不进来 我们不进来 好好 我们不进来 不要拍到我 我不想 来上你的桌子 我们没有拍到你 婆婆 你把这个凳子拿进去 好 谢谢 谢谢 好 所以呢 我们先跟你解释清楚 出于对女嘉宾的一种尊重 也出于对你们的一种尊重 我们站在中间真的是左右为难 所以我们才会上来敲门 但是敲门的前提是 我们没有进你们家 把你请出来 把这个情况给你说明 现在是这样的 毕竟现在特别不方便 但是而且家里面有自己的一些隐私 然后比如因为这个优势上定是的 可能就是自己的形象上 或者是对家里的隐私上 公布于众 就不是很放心 而且我们没有告诉那种朋友之类的 浩然你介意我问一个问题吗 就跟你来上我们节目 你的家人清楚吗 清楚 他们支持吗 是支持的 可能是支持的 因为之前 之前我当时第一次给你们打电话的时候 因为外婆和我母亲正在看你们电视 我当时是寻求过他们的意见的 但是当时的时候 我是身体都是好的 当时的意思就是出去到外面去 自己和女嘉宾去外面商场里面之类的 就按普通的正常流程来说 好 那这样吧 既然我觉得其实大家也听出 男嘉宾和男嘉宾的意思了 我觉得出于一种尊重和真实 我们也就止步于此 至于说待会你要不要邀请女嘉宾来现场 我觉得那是看你和女嘉宾之间的一个沟通过程 但是因为现在这个情况下 整个色调都很昏暗 这个节目一开场 就如此的感觉让人有一点点的不舒服 我表达出我的心意不太舒服 我觉得要不然我们先换到小区下面 你觉得呢 我也觉得 因为我觉得坐下来 因为他毕竟受伤了 站着的话很多问题我问不清楚 你也回答的我觉得不是很清楚 可不可以 我是很少遇到这样的场景了 就是我们的男嘉宾的外婆 就砰的一下就把门关上了 让我们吃了一个闭门羹 理论上说男嘉宾的家人 也是我们节目的忠实观众 我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一个情况 就很没有礼貌 如果说觉得家里的情况不太适合拍摄 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隐私 完全外婆可以大大方方的出来跟我们说 家里可能有一些问题 我们现在不方便进去拍摄 谢谢你们关心我孙子的这个婚事 大大方方的不是挺好的吗 您这样做让我觉得心里有点 怎么讲呢 就不舒服 我们又不是一个法制调查栏目 我们是一个相亲的节目 还是挺温馨的 那么现在呢 发生了这样的一个小小的不愉快吧 男嘉宾的解释是什么样的呢 要知道我们是奉女嘉宾的命 来到你家里 因为她想打听一下 你的这个真实情况是怎样的 现在这个真实情况就是 砰的一下外婆关了门 那么今天的相亲还会顺利进行吗 由于男嘉宾及外婆坚持 不让安慕组去到家里拍摄 我们也表示尊重男嘉宾的意见 去到小区下面等待和女嘉宾见面 可刚才男嘉宾及外婆的反应 也不禁令我们疑惑 男嘉宾的家人 对他今天来相亲一事 究竟是否知情呢 这个事情是要得到家人的支持的 你到底来参加节目 家人支持与否 支持是支持 但是就是因为 我母亲和外婆的意见 就是等我恢复好之后 恢复好之后去外面这种 她觉得在家里面不方便那样的 刚才也提到了这个膝盖的问题 为什么不等自己完全康复了 再来参加节目呢 中途编导接了你很多的这个电话 你的诉求 想要见到女嘉宾 后来我又有点后悔 我又觉得自己有点超之过急了 因为觉得自己现在行动不是很方便 可能给女嘉宾印象不是很好 后来我本来 但是也是很后面的 就已经确定好时间之后 我还觉得自己确实有点超之过急了 但是 怕她被人牵手了 对对对 因为我觉得女嘉宾很优秀 因为不管是在外貌上 还是在她的工作 还是一些在性格上 我觉得女嘉宾其实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人 我觉得你想多了 就是我值得想多了 就是说 我为什么要负伤来影响自己的形象 外婆刚才也在说 这个一瘸一拐地给人留下不好的印象 其实真的没有 女孩子的心都是柔软的 她看到你这样会更加的感动 但是你的刚才 你们家人的这个反应和情况 实话好然 如果我是今天相亲的女嘉宾 我心里面会非常的不舒服 会非常的觉得不受尊重 因为我们其实一直在门外解释 也没有进去 对对对 也没有很大声的呵斥啊 或者去敲门 所以呢我们还是要把这个现场的情况 讲一讲给女嘉宾 便于你们今天见面 对对 喂 喂姜佳 那个我是凡人有喜的一男 你好你好 是这样的 就是就刚才我们上楼去找这个浩然 男嘉宾浩然 就是遇到了一个情况 就是没有进到她家里 包括她家人的一个反应 我不知道那个我们编导 刚才在给你打电话的时候 有没有跟你沟通清楚 这样她认识 说过 哎 그냥说 我是觉得把她家里面的都那个样子吧 我就觉得 哎呀 我觉得很强的 titt 因为刚才跟打电话的时候 我讲老人的情况下 本来就是她 因为我那那个商ай去打 又不是我 不到自己来 来清拓啊 什么怎么样 她家的面前都没有 什么东西 就会没自己 哦吼 听到女嘉宾不愿见面 男嘉宾也着急了 赶紧接过电话 向女嘉宾解释起来 不是不是 外婆母亲没有这个意思 只是觉得家里不太方便 因为家里以前 也出过一些事情 之前遭小偷了 不太方便 相对是 然后这样自己一些 可能自身的一些问题 可能也不太方便 暴露家里的一些情况 是这样的 江江我也把这个问题 给你解释了 现在我们在这个 小区的院子里面 你要不要进来啊 等一下吧 我考虑一下是吗 好 那你考虑几分钟好不好 好的 这方面可能对你嘉宾 有一定的影响 你想嘛 你去追求一个女孩子 人家都走到小区门口了 然后被拒之千里 你如果有个妹妹 或者你有个女儿 你心里面怎么想 对对对 我懂这个意思 抓紧时间告诉我 现在解决方案是什么 就在小区里面见面 在小区里面见面 对 那你看人家愿不愿意 人家都还在考虑 江江发了一条信息来 我在外面五分钟 如果男嘉宾要见我就出来 慢点啊 你是这个受伤人士啊 行动虽然受伤 你是不要轮椅啊 不是啊不是啊 是没有这么夸张 好好抓紧时间 但是因为行动不适方面 五分钟是可能不得行 然后我当时也不想到 女嘉宾到底是一个什么 你想把我态度 那么行动不便的男嘉宾 能否在五分钟之内 顺利到达呢 因为五分钟就是可能 过去不到 但是如果过去 超过五分钟了 到时会 结果会怎么样 但是现在是迷茫 我还以为你在楼梯下面 刚才有人看女主席来的 你还是很 我觉得你还是很 性格很好的 知道这个受伤的患者 不能下楼梯 我感觉的话跟电视上的小波 我本身真正看起来的话 还是一样的 因为之前呢 编导一跟我讲过的一个事情 就是说男嘉宾受伤了嘛 我没有想到的是 他直接出了怪状就过来了 所以第一眼感觉 看起来还是比较 可能觉得他受伤 手的还是比较严重 但是这种态度还是蛮诚恳的 有一点点的不开心和不愉快 刚才我们也解释过了 那不开心的事情就让他过去 现在呢我把时间留给浩然 因为他想见你已经很久了 他说他准备了很多 但是因为一些小插曲 把思绪打乱了 刚刚女家们说的那些观点 其实真的是没有的事情 家里面没有反对 我是觉得她无头来做发音 我觉得心里面还不舒服 没有刚才我跟妳说的是没有这种 你感觉到的和实际的是不一样的 好吗好吗先走下去之后 好 主动约一下呀大哥 那我们现在去哪里呢 你想去哪里 江家 你想去哪里 都可以 都可以是吧 那这样吧 我觉得我的建议既然都如此尴尬 就不要把这种尴尬继续延续下去 我们去一个环境 稍微轻松一点的地方 两个年轻人在一起 就像翻篇一样重新认识 好不好 坐下来喝喝咖啡呀 或者做做喜欢的事情 好吧 尽管这个小插曲 令女嘉宾有些不满 可在接下来的转场过程中 女嘉宾仍然细心地 照顾着受伤的男嘉宾 不知道通过接下来的深入了解 两人之间原本尴尬的关系 会有所缓和吗 欢迎迎喜 我们等你 欢迎迎喜 官方在线婚恋平台上线了 拒绝婚恋陷阱 拒绝虚假信息 十万本地优质单身会员 在线互动 80%匹配度 总有一个适合你 7月27号前 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或微信搜索公众号 注册会员 送你价值368元 VIP会员 独享五大婚恋特权 还可获专业红娘的 一对一相亲服务 在重庆 想脱单的你 立刻加入 幸福就在这里等你 特别感谢 虫草亲肺胶囊 对本节目的赞助播出 秋天壳 冬天壳 气喘羞闷 用虫草亲肺胶囊 我家里面 结不结议 我不是独生子女 我一个妹妹 你也看到了亲生的 因为一般我现在很多都是 我什么朋友 他自己家里面是独生子女 他都想让他儿子也找我 都是家里面是独生子女 以前说过的也是有的 就是可能有也是 姐姐弟妹妹的 父母也就是不能太多了 比如我以前介绍有一个 他可能有两三个妹妹那种 他们的意思是比如 你后面 他这种主节节的 后面还要照顾两三个 可能可能想过来的东西 但我去去的妹妹 但是他一两个 比如你一个妹妹那种 还是面 因为之前他也有过经历 他会觉得 就是家里面 有弟弟妹妹那种 会觉得成为一种负担 所以让我心里面都觉得 会去他家里面会死不死 就是想找一个独生之女那种 感觉都是不要那种 有弟弟妹妹那种 男嘉宾给出的回答 不禁让女嘉宾产生了担忧 而接下来的一个电话 却让现场的情况 变得更加糟糕 不接 他爸爸 你不要不接吗 你接吗 还要看看 他在这打电 因为我老婆不吓得不接 我还不跟老婆说 喂 我还没说 我还没 你不惯 爸爸对那个事情很严重 所以我们一个人的 爸爸很严重 从男嘉宾与父亲的通话中 我们不难听出 父亲似乎对于儿子 今天来相亲的事情 毫不知情 这也让女嘉宾 孤怒重重 你以为她是不高兴 女嘉宾不会不保佑 对我自己对父母有些评价的话 因为到时候上电视 而且她会剪辑 因为我就是 我们两个伴 是我们两个伴 但是如果她上电视 我说她能够 不能够 很尴尬 因为到时候 母亲的朋友 也是不过要得看电视 到时候看到一些 风水的评价的话 或者说我们母亲 肯定要看电视 母亲肯定到时候 看得到我们一起 你们家里面都瞒着她吗 头头变成完了之后 肯定要让她说 然后可能 不管结果 没结果了 肯定要说 有结果肯定要说她 不是 然后有点模糊 不模糊 你只要想起 没点问题 连个观点都行 男嘉宾模棱两可的回答 也让女嘉宾听得 是一头雾水 那么男嘉宾的外婆 以及母亲 为何要一起 瞒着自己的父亲来相亲呢 她究竟又有着 怎样的隐情呢 因为我觉得 一家人还是应该诚实嘛 比如说 不管住人或事情 你又不是住什么 还是他都算同意也好 不同意也好 我觉得 但是你 但是我 你父亲心的 他应该给我打个电话 他不可能 都应该给我打电话 很明显 你外婆已经跟他说 他不可能 瞧着我打你 他肯定 他在嫌疑时中觉得 应该我再不承认 他后来觉得 他问我从哪里起了 他很在意的时候吗 就是让你把我光出现 对啊 我觉得 不是 我不晓得他在不承认 但是我觉得 他不会承认 所以我宁愿给母亲说 我都先不跟父亲说 先怕 不是很怕吧 但是 但是我觉得 还是不让他笑得好吧 就是母亲跟我两个困难 都跟朋友 那种一样 父亲要严厉一些 都是 会认为 我们就出来一会儿 上年时的困难 对 那方面影响不好 影响不好 如果我跟父亲说的话 父亲肯定会 反对一件出来 这样的 就是吃饭的过程中 他男嘉宾 他爸爸打电话来 开始他不想接 然后我们不想 他接了过后 才发现他爸爸 都是完全不知情 那个事情嘛 我都觉得真的 有点差 因为你想 肯定这个事情 是会被父母知道的 感觉他都是 上漫下漫的那种感觉 给我一种感觉就是 跟他如果 以后少女朋友 都觉得 跟他偷偷摸摸地 像在高中 跟那种早年人 那种感觉一样 非常怕被爸爸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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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种感觉 然后两个人 正在一起看电影的时候 爸爸打电话来 喂 爸爸 我在不戏 刚才给我的感觉 就是这种感觉 然后他也没有告诉 他爸爸 他到底在干嘛 我这样 我觉得其实已经很清楚 我们女嘉宾 心里面的这几个疑问了 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的疑问 我们去当面求证一下男嘉宾 我们也不希望 就是一个 其实你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 不需要用这样的方式来对待一个 你很喜欢的女孩子 因为也没有哪个女孩子 会愿意去妥协于这种感情里面 因为说句难听一点的 你是谁呀 你能够给我什么呀 我凭什么要跟你 作为一个成年人 能够这样去偷偷摸摸地谈恋爱 几经曲折 我们的男女嘉宾终于见了面 但是这个聊天的过程呢 又是有一些波折 因为我们的男嘉宾接到一个电话 那就是他爸爸打来的 男嘉宾不但没有爽快地承认 老爹我在乡亲了 你要不要帮我长长眼 看一下这个我喜欢的女孩 是什么样子的 反而是遮遮掩掩地撒起了谎 对于这个问题 他给女嘉宾的解释是 哎呀上节目啊 看这个我腿受伤了 也不太光彩 要是爸爸妈妈的新奇朋友呢 大家看见了也不是很好 哇这个真的是 什么掩耳盗铃耳响叮当啊 男嘉宾你这种解释 你觉得说得过去吗 你知道我们的收视率有多高吗 你的父母的同事 朋友肯定会看到的 我反而觉得你这种态度 真的是让人觉得挺心寒的 我们整个栏目组 为了你的这个 未来的终身大事 是跑细了腿 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 都在亲历地付出 但是这些付出 在你的眼中呢 是唯唯缩缩 不可承认 不可告人 这是一个好大的秘密 我真的是没有见过 这么荒谬的人 有时候我真的觉得 有些朋友们 心态很奇葩的 就是一方面呢 又觉得上这个电视节目 真的都是好丢脸的 另外一方面呢 又觉得上这个节目 能找个女朋友也是不错的 对不起 真的很难满足 你们这种奇怪的心态 男嘉宾和外婆 以及妈妈 对父亲的隐瞒 让女嘉宾 对于男嘉宾 一家人的态度 都感到十分疑惑 不知道接下来 男嘉宾又将如何 来打消女嘉宾的顾虑呢 江江应该不否认 就是如果说 在这些疑问 打破的情况下 是愿意试着 跟她发展的 是吧 对 从她的外形条件 工作条件 包括待人接 你还是愿意的 是不是 好 那我开始说疑点了 浩然 你听到还是很开心的 你还是符合她内心标准的 第一点 她不太确定 你在家里面 作为一个成年人 到底在你的情感上面 是否能够做绝对的决定权 绝对的决定权 是代表什么 即使妈妈不喜欢这个姑娘 即使外婆不喜欢江江 但是你们还是可以走到一起 这个代表着以后在家里 什么芝麻 豌豆 花生的这些小事 这个是一定会发生的 两个人走到一起结婚的话 第二点 为什么不告知父亲 你来参加节目 而且一家人 要去瞒着你的父亲 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疑问 我们是一个 说白了 是一个公益性的 一个交友节目 我们不会收取嘉宾的 一分这个费用 快十年了 咱们节目明年 就是十周年了 这样一个口碑 这么好的一个节目 为什么会在你的家人心里面 是这样一个定义 这是我们也想知道的 还有就是江江说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的话 他会觉得跟你是一种 在高中早恋 偷偷摸摸的感觉 这三个问题的集合 使得江江想做一件事情 你告诉他 因为我觉得我心里还是有疑问 然后我还是想 就是听你家里面 到底是不是 对这个事的一切 那种 就是看你能不能 给你外婆 我还会接爸爸妈妈 带个电话 问一下 然后我心里面 觉得 你想什么 可以 可以啊 没问题 不许不敢 慢慢走回家 喂 喂 好的 你的爪子 谢谢啊 我还会跟你说没点 嗯 什么 不是 今天参加了一个结婚 没得不起 但是因为你不是当时说 你都不方便吗 但是现在都是 可能女儿她对你方面 都觉得不是还真诚 可能对于 可能有点反对 就心里可能不是还舒服 所以打电话给你 寻求你的帮助 解决下这个问题 不是说不说就算了 What 不是 本来我们之前都当时 我们 不要看 看年载的人都 熟悉都没啥子的 就是 可能都是因为到无头去 可能是有点儿 那个嘛 但是就是说你的观点 对于一个实情的话 你觉得她的观点 对 不许你学的时候 这边从好后来的看 好 这个话 不是 已经上了一场节目了 现在其实都是 在 已经开始了 是要谈的 都谈 看什么都传到 看什么都传到 就她对上节目这一块 其实都不反对对年载的人 也没有任何的意见 就是觉得这个时间点不对 可是我能问一下 你们家里的说法 是不是都是这种 等一下 你们先谈一下吧 来来 编打那个 很尴尬啊 就真的 尝免这个气氛 就变得尴尬了 因为当时已经不晓得 哪点有哪个人 因为我当时 其母亲的电话里面 也说得比较明确 你们两个人 我 没有问题的 你腿好了 你们想打的一切 哪个参加节目 都没有问题的 嗯 但是突然都出现了 所以我觉得 因为我当时 而且我话还没说完 就突然出现了 所以我觉得也比较 比较尴尬 凡人有喜 相亲 开始了 周一到周六 每晚九点 真诚相亲 绝不作秀 欢迎拨打热心电话 8805 8805 8805 欢迎有喜 我们等你 玩人有喜 官方在线婚恋平台上线了 拒绝婚恋陷阱 拒绝虚假信息 10万本地优质单身会员 在线互动 80%匹配度 总有一个适合你 7月27号前 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或微信搜索公众号 注册会员 送你价值368元 VIP会员 独享五大婚恋特权 还可获专红娘的 一对一相亲服务 在重庆想脱单的你 立刻加入 幸福就在这里等你 不是 你们家说话 都是这种吗 就是 算了就算了算 不是 我全身 肌肉都紧了 平时 平时 母亲不是这样子的 不是这种样子的 但是今天情绪很大吗 我真的感觉 你今天上节目 你一家人对我们的情绪 都很大 因为 因为母亲之前 就说过这个问题的 就是我现在 她现在不赞成我上节目 就因为可能 就是这些原因 可是你已经来参加节目了呀 对啊 但是她 就像是违背了她 违背了她 违背了她的事情 她肯定 心里肯定 她是不是很高兴嘛 天哪 你会让这些女孩子 觉得这个 是多强势的一个 未来婆婆呢 不 可能刚刚态度全是 但是平时不是这样子 我觉得很少啊 真的后来很少有人 对我们 就是我们去到 男嘉宾的家里 或者说 致电给男嘉宾的家人 是这种 对待这个事情 是这种看法 或者说是态度 我们真的 我们也很意外 就是 我们也不是说 我们节目有多好 多了不起 但是至少说 我们是在帮助你们 我感觉她们 从今天早上到刚才 真的是一种 充满了反感的态度 我这个 我自己真的 没有办法给女嘉宾解释 现在两个女编导 都在跟她 在劝她 你刚才也看到她出去了 嗯 我们现在就先把这个事 冷静一下 冷静一下 因为这个也不完全是你的错 也不能把这个东西 叫做是一个错误 只是一种情绪的反应 好不好 你做一下 男嘉宾母亲 在电话中的态度 让女嘉宾十分气愤 那么 女嘉宾现在的想法 究竟是如何的呢 两人今天的相亲 还能否继续下去呢 有点生气 不是 生气 我觉得真的很差 我觉得 听她妈打电话来说 反正我心里很不爽 现在 我觉得有几天把第一 首先是男嘉宾来找我 看了我的节目是吧 她来找我去跟她相亲 这回事 然后他们家里面的人 也知道这回事 她说 通过她来说 也不是我们也不晓得 她到底晓不晓得 通过她妈说 她是她外婆也看了节目 才同意她来 就是跟我两个相亲 今天你们去她家 虽然是可以 吃了冰蒙羹 对 可能在我认为 我心里都觉得 她妈妈或者她们家里面 都是不太喜欢 好像我们这种 做文艺工作的人 不同方面 不然你们也不会吃冰蒙羹 如果她妈真的 她们家里面真的是很喜欢 那种的话 看见不 我觉得应该不会是那种太多吧 毕竟我都和她们家人 没有见过面 是吧 然后我就觉得 她们家肯定是不喜欢那种 一天抛头露面的那种 然后我就觉得这种 更没得必要去 就是在这真是啥子了 第二就是 我觉得男嘉宾 他是在家里面 没有决定权的一个人 我觉得听我打电话 我就觉得 他瞒到他家里面所有人 包括他外婆 其实都不知道的感觉 不然他 如果他能决定权的话 他干嘛去瞒到 他们家里面的人 在家里面要有话语权 那你要有本事才得行 但是一现阶段来说 确实 啥子都靠父母 那些父母啥子都不得行 哪来的话语权 我也不是那种 二长 无法无听的在家里面 马上都要 啥子都要 让马上听我的 那种 所以在家里面 既然 你要靠父母 那些东西 都要听父母的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 刚才是不知道 我们在给他 就是 免贴的情况下 他实际上 和他儿子打电话 他妈妈都是 哎呀 算了就算了嘛 还是 谈不弄都谈不弄 妈妈 我都觉得 已经是这种了 就是实际上 跟他儿子打电话 也拍不时当到所有的面 他都成功 还没有跟他生日结束 听他讲话 都觉得很强死的感觉了 已经 对我母亲很强死的一块 我觉得 李嘉宾可能完全无知了 母亲对这一块 其实是没有意见的 只是她当时不知道 我孩子是免提 不知道可能 李嘉宾能听得到 所以她肯定 顾忌不了 李嘉宾的感受 所以说出来 可能伤了李嘉宾的心 可能让李嘉宾觉得 家里对她很反感 就算跟他两个在一起了过后 都是感觉 跟他一夫妻 一家人在做斗争 就是觉得 哎呀 今天要慢慢的 妈妈做这样事情 慢慢的 他哪儿做这样事情 不然他爸爸妈妈 不会同意 那些 我都觉得很累 至于我一个文艺工作者来说 我都觉得那种 先不说二天 生活在一起了 都算谈恋爱 跟他家里面沟通 起来都会很累 男嘉宾现在 居然是给到女嘉宾 这样一个解释说 我妈妈不知道在拍电视 也就是说 你妈妈知道拍电视 都会演得更好一点 对吗 因为不知道在拍电视 才真情流露 才让我们看到了 最真实的 你的家人的一面 我目前算是 见识了 碰了一下关门的外婆 不敢对她说出实情的父亲 以及冷冷淡淡 用重情话说的是 做榜榜华丽丽宗 妈妈 那你一家人 对于这个相亲的态度 我们已经一目了然了 那么接下来 还能牵手成功的话 那除非真的是 发生了天大的奇迹 但是我对女嘉宾 印象还是比较好的 如果还有机会的话 我肯定还是 愿意主动去追求一下 因为之前就像 当时我第一次 看节目的时候一样 女嘉宾和男嘉宾 是牵手成功了的 但是我还是 没有因为 他们牵手成功而放弃 还是坚持的 给节目组打电话 所以就像现在 有这种小插曲 女嘉宾可能 会有一些误会 但是我还是觉得 误会都是可以解决的 我们也把这个机会给你 因为你也有可能 之前我没有问到你的时候 你也可能会 因为这些事情而就放弃 但是你也没有 那么厉害关系 我们也都讲清楚了 江江现在也还在现场 如果说你要做什么事情 我们现在给你一个时间 江江也给你一个时间吧 因为我觉得任何人 都要给予尊重 你如果愿意追求他一下 我们也是鼓励你的 好不好 尽管这个小插曲 让两人之间有了一些不愉快 可男嘉宾还是愿意 向女嘉宾做出最后的争取 那么他又将如何挽回女嘉宾呢 明淡淡需要持久性的 不像鲜花那样 可能冲动一个 一两天就完了 虽然这个永生花 现在在我们女嘉宾的手上 但是在好玩表白完毕之后 如果女嘉宾愿意给她 这样一个机会 试着去改变这一层关系 冲破今天的误会在一起 就接过这份礼物 两人牵手离开 但是如果说 还是内心有所抗拒 清八礼物交还给浩然 证明今天牵手失败 那接下来 我们把时间交给两位 好 此时此刻呢 我们要特别感谢一下 虫草清肺胶囊 对本节目的赞助播出 秋天壳冬天壳气喘凶闷 用虫草清肺胶囊 好的 接下来请我们的两位嘉宾做出选择 感谢你今天就是 在电视上看到我 然后比较欣赏我 感谢你 然后其实呢 就是在今天和你接触的 各方面 确实刚开始很不快 但是后面我也想了一下 因为毕竟不认识嘛 然后其实也是正常的 但是可能是 通过后来各种接触吧 然后还是感觉我们 可能不太适合 不好意思 我觉得拒绝很正常 因为走起来的 第一印象可能不太好 不过她对我的第一印象不太好 因为这个差距离存在的话 假如说如果 就像我之前在微信上跟你说过一样 可能我觉得我自己 超直播极了 如果我现在 推不是好的 根本在外面去不见我 根本会有这个事情发生 只 让我感觉 我觉得我自己 只会变成两个人之间的事情 有时候参加我们这个节目 我觉得很好 很有意义的一点是什么呢 除了我们在找爱情的时候 也让我们学会如何和人相处 如何去带人接物 其实今天下来 都是因为一些莫名的这种情况 导致了这么一个不好的结果 中间女嘉宾也表示了 其实是很想一起走下去的 但是可能缘分就是这样 不给彼此一个多余的机会 那在这里呢 我们也祝福浩然 也祝福江江 把那个花留下 也许今天这期节目播了之后 就是有一个女孩 会主动打电话来 要求编导说 我要见浩然 祝福两位也加油 好不好 好 今天节目将结束 我是情感观察员肥桃 今天的节目录得我 心里真的是如梗在喉 不吐不快 我们的男嘉宾呢 本来是助拐来相亲 也是经过了一些曲折的过程 让我觉得很有卖点 很有看点 但是好好的一把牌 被他打成了一个很烂的结局 开始看到男嘉宾上场的时候 我们都觉得 这肯定是一个爱的王者 结果他是青铜当中的烂铁 这句话说的是有点严重 为什么呢 原本说你那么喜欢女嘉宾 哪怕现在这个状态 你都要急着跟他相亲 就怕他脱单了 你错过了这一次真爱的机会 那我们是不是会为这一次难得的相亲做一些准备呢 事实上男嘉宾没有做任何的准备 不要说他家人那些奇奇怪怪 冷冷淡淡的态度了 男嘉宾本人来到现场之后 没有为女嘉宾做任何的这个约会的安排 连吃饭也是住着拐站在那里 哎呦我对了这件事 都要编导来帮他安排 而且他觉得自己的所有的这种不安排的举动 是有一个合理的解释的 他要我们告诉女嘉宾 那你脚摔断了我们就该爱你了 是不是脚摔断了去给一个人表白他会更容易 理论上说好像挺感人的 但是结合你的家人 以及你自己的这种表现 我觉得就是不尊重自己 不尊重栏目组也不尊重女嘉宾 所以男嘉宾再多的激情再多的爱 还是要从实际出发 先搞定你的家人 先端正你的心态再来上街 有时候我们说谈恋爱是两个人的事情 但是如果说我们真的要走下去 组建一个家庭的话 一定是两个家庭的事情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各位单身男女朋友们 如果你是这种适灵 要需要去结婚的人 我觉得家人的配合真的也很重要 家人的理解更为重要 给自己一记强心针 参与到我们的节目里来 寻找属于你的爱情 记住我们的热线电话 8805 8805 节目的最后呢 我们要特别感谢 《虫草亲肺胶囊》 对本节目的赞助播出 秋天壳 冬天壳 气喘凶闷 用《虫草亲肺胶囊》 她的热情细腻 能否消除女嘉宾的不满 男嘉宾的保险箱 到底藏着什么秘密 让女嘉宾如此感叹 又是怎样的原则问题 让男嘉宾毫不让步 可为何下一秒男嘉宾的内心 又开始变得柔软 最后女儿的出现 会让两人的关系走向何方 反而游戏下期为您精彩呈现